2020到2021一擦有感 改善膚質 長青熱賣款 最新的超級保濕抗老精華液 哈囉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什麼保養都能省 但是精華液你絕對不能省哦 今天我整理了10瓶 非常超級熱賣 以及現在最新最火紅的 微低泡泡瓶精華液 你一定要知道 那現在我先介紹兩瓶 它已經是熱賣超過30年以上的精華液 不過你不要覺得 好像熱賣30年是不是產品都沒有變 那它其實裡面還有在增加一些 新的一些成分的升級 所以它才可以讓它一直 超級熱賣這麼久 亞詩蘭黛小棕瓶 那亞詩蘭黛的這個小棕瓶 大家應該都對它非常的不陌生 光我在我的影片裡面 大概就講了好幾次了 那這一瓶其實是在去年 做了第五次的升級 所以它是第五代的小棕瓶 在使用感覺起來 它就變得非常的清爽 因為我最近啊 就在要做這個精華液的總盤點 我大概看了一下 真的現在大家的精華液 有一個很大的訴求 就是質地要清爽好吸收 那這個第五代的小棕瓶 就是質地就是變得比較清爽 雖然它也是用低管的方式來呈現 可是它擠出來 就是我覺得就是真的是比較水感 大家比較看看是不是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這個是舊的 這個是第四代的小棕瓶 這是第五代的 我自己是覺得它真的 第五代擦起來是很清爽的 第四代就是會比較有點點 風潤的感覺 那這個真的是要擦在臉上 比較你才知道 那如果你是小棕瓶的愛用者 你一定會發現這個地方 第二個呢 就是這個第五代的小棕瓶 就是講究環保永續的概念嘛 所以第五代的小棕瓶 變成玻璃瓶的包裝 那我覺得就是變得比較厚實 比較扎實 然後它前面的這個顏色 也是有點漸層的效果 我覺得也就是變得蠻漂亮的 那就是第四代跟第五代 完全不太一樣這樣子 那小棕瓶其實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在1982年 是以修護肌膚為主嘛 那它經過不斷的演變 已經從原來的修護 變成其實它白天 也會幫你抵抗外面的環境 所以不管是白天擦 晚上擦都非常好 最新的第五代的小棕瓶 還可以幫你就是 一些撫平細微 一些抗擾 也可以幫你做到很好的效果 所以這是小棕瓶 30年熱賣不斷的原因 有很多年輕人 很喜歡清粉刺 或者是擠痘痘 那一清完粉刺 擠完痘痘 其實臉上啊 都會有一些就是 看不到的一些微發炎的傷口 那這個時候啊 其實你就是擦一下小棕瓶 就是厚敷一下 其實它可以幫你就是 立刻進行很快的修復 而且你的皮膚 不會有那種很刺激刺痛的感覺 然後它很快 它的傷口就會 恢復到正常的狀態 然後毛細孔會變得比較小 比較緊緻 這是小棕瓶就是另外一個非常隱藏型的 秘密的保養 那現在啊就是因為過年期間嘛 所以小棕瓶每年在 中國農曆新年跟情人節的時候 都會推出紅色版的限量包裝 這個是他們今年的紅色版的限量包裝 我覺得也蠻美的 然後再加上一個會有一個這個 非常喜氣的一個這個鑰匙圈 我覺得就是過年的時候就是 買來用或者是送人都非常非常的得體 而且非常的大方 克蘭絲的雙積萃 大概在1985年的時候 創辦人克蘭絲先生在那個時候就提出了 油加水的雙質地保養 那那個時候啊 因為就是我們的這個保養品的製作技術沒有很成熟 所以要完成這個油加水的雙質地保養 只能就是一瓶油加一瓶水 然後就擠出來然後混合在手上使用 那現在呢就是科技比較進步了嘛 所以克蘭絲就推出了這個 把油跟水直接放在同一個罐子裡面的雙積萃 其實它這個瓶子裡面啊 它其實是雙管 就是比較胖的那一罐啊 它是水 那比較瘦的那一罐是油 那它的比例就是水是2 油是1 那以前呢概念是油加水是1比1 那也是呼應到我剛剛有說 就是現在精華液都希望做到非常清爽好吸收 所以雙積萃之前在升級的時候 就把油水的比例做一下調整 就是水的比例比較多 油的比例比較少 就是2比1的觀念 因為很多老化的皮膚你都不知道 其實它是主要是因為油水不平衡 所以才引起的後續的老化現象 另外啊還有那種皮膚很乾很乾的人 如果它一直在補充水分 沒有給它適當的好的植物油的保養 其實也做不到滋潤感 那克蘭絲的這個雙積萃 它裡面有21種植物 它是有油向的植物油 也有水向的植物 所以呢它就可以做到全方位的一個油水的補充 它裡面還加了一個薑黃的精華 那薑黃的精華就是對於我們的老化肌膚 有非常非常好的作用 所以這一瓶受到市場上的歡迎 另外啊我要說一下它另外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貼心的設計 就是它的瓶蓋上面啊 一個是大水滴 一個是小水滴 所以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的皮膚特別的乾 你就把這個瓶口轉到大水滴 然後擠出來啊 它的用量就會比較多 那如果你的就是皮膚就是稍微混合性 或者是天氣比較炎熱的話 你不需要用量太多 你就轉到這個小 小水滴的符號 然後擠出來就是比較小滴 就是大滴跟小滴 一擠出來就是有點是蜂蜜的質地 一擠出來它就已經是幫你做好非常好的調配的比例 那你在肌膚上推抹開來 其實就是也是非常的柔滑 好延展 皮膚上面你不會覺得有那種油膩的感覺 比爾全奇蹟特嫩精華 那比爾全這一支特嫩精華啊 其實在這一整年當中 也是年輕人的網路世界討論度非常高的精華液 它一擦就可以標榜讓皮膚又彈又嫩又亮 那我自己其實蠻喜歡它們的這個 有一個非常厲害的明星成分 就是它們的溫泉精脆 那溫泉精脆經過幾次的升級啊 它們其實是跟皮膚的那個天然的保濕結構非常的相似 所以它們一擦在皮膚上面的保濕效果非常好 另外它們還增加了就是現在在保養界 也非常紅的一個益生菌的成分 那我們知道我們的臉上啊 會有很多的菌蟲 有好菌跟壞菌 所以擦上這個益生菌的成分 可以幫我們平衡我們臉上的好菌跟壞菌 所以我們的皮膚的保護層也會非常好 它其實質地也非常的清爽 品牌是建議早上的時候 你就是很精準的使用6滴 它的滴管的設計啊 真的可以一滴一滴的擠出來 所以在早上的時候 你就是精準點6滴 滴上6滴 晚上的時候呢就使用半滴管 然後呢你就在皮膚上面整個推演開來之後呢 再也許可以輕輕的彈 所以你第二天早上起來你的皮膚會覺得 就是又彈又嫩又亮 剛剛啊我講到就是現在的精華液 是流行就是清爽好吸收 那除了一般的這種水液的質地之外呢 那精華液還流行這種微低精球 椒蘭蘭鑽金奢養生微精脆 椒蘭這一瓶微精脆啊 應該是我今天蒐集到所有精華液裡面最貴的 因為小小的30ml它其實要價就是快要2萬 那我覺得為什麼要提一下呢 因為它裡面的這個微低精球 應該算是市面上最多的 它裡面啊其實雖然我們數不出來 它的資料上面顯示 它其實裡面有7000顆的微低精球 那全部都包含在這個裡面有 呈現水相跟油相的精華液裡面 那這一瓶精華液啊我自己其實有使用過 其實我已經快要使用完一瓶了 擦完之後呢可以在我們的皮膚上面 有一種就是緊緊的薄膜 可以讓我的皮膚就是緊緻跟拉提跟上揚 這裡面大概有92%的一些植物的精粹 就是很天然的 然後有很好的就是水跟油的成分 所以在擦拭在肌膚上面啊 你會覺得它其實是很滋潤的 然後你在擦的這個時候啊 它裡面會散發出就是他們那個藍鑽的那個 保養品的一個特殊的味道 非常的清香 然後呢讓你感覺到自己就是一個貴婦 香奈兒山茶花保濕微導入精華液 這一瓶精華液啊 應該是這種微精球的這個精華液的十足 因為它在2015年就上市了 那我記得那時候上市的時候啊 我還有採訪過他們實驗室的專家 因為他們的這個科技 其實正式的名稱叫做微流體科技 那這個精球裡面呢 其實包覆了那個香奈兒的那個山茶花的精粹成分 所以在肌膚上會有很好的保濕效果 它增加了一個藍漿的成分 那藍漿的成分呢可以對肌膚有很好的鎮靜跟舒緩 所以在夏天的時候如果你的皮膚比較 因為曝曬到陽光過度乾燥啊 或者是有一些紅腫的現象 其實擦這個保濕精華液可以立刻得到舒緩 那這一瓶擠出來啊其實也是非常的清爽 那擠出來的感覺其實是淡藍色的 就是水水淡淡的藍色 那你肉眼是一樣是看不到那些一顆一顆的精球的 因為它擠出來的時候它就已經破掉 融合在精華液裡面 那擦完之後呢皮膚會有一個非常好的保濕效果 歐蘇丹光燦激活露 那這一瓶啊其實是歐蘇丹非常暢銷的一個精華液 它有個小暱稱叫做星光瓶 大家都知道歐蘇丹最厲害的成分就是不雕花的成分 不雕花就是有很好的抗老效果 所以它裡面的這個微低精球裡面就是包著那個不雕花的成分 那外面的精華液呢就是有一些馬玉蘭跟千日菊 它是用來穩定膚況的 這個星光瓶啊它的定義其實是一個肌膚的前導精華 就是在你要使用精華液之前呢 你可以先使用這個精華液 然後呢就會擦完之後可以讓你的皮膚更好 有水平衡 可以讓後續的精華液吸收的更好 推開來也是非常非常的清爽 讓你的皮膚做好精華液打底的動作 微精球的精華液不但可以讓你當成精華液 或者是前導精華液做好很好的保養效果之外呢 今年呢還有幾款新的微低精球的精華液 可以讓你在妝前的肌膚更保濕 讓後續的底妝更吃妝喔 DUE前導玻尿酸美容液精露 這是加利寶集團啊推出第一瓶這種微精球的一個保濕精華液 那它的成分非常非常的單純 它裡面就是很精純的玻尿酸 那你擦上去之後啊 它是標榜立刻可以滲透你的角質層 如果你之後要再上妝的話 它就可以順利幫你的底妝互相結合 讓你的底妝更服貼 所以這一瓶保濕的效果非常的好 NARS裸光復活精翠 那這一瓶裸光精翠 其實它們去年大概10月推出來 立刻就變成它們的櫃上的斷貨王 那精球裡面是包裹著那個紅面包素 跟山茶花的精翠 所以對皮膚有很好的滋潤跟保濕的效果 擦完之後你的肌膚就會有一種 半霧面跟霧光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種妝效質地的人 很建議你使用這一瓶妝前精翠 伊莉莎白亞頓完美貼膚保濕妝前精華液 這一瓶粉紅色的這個妝前精華液 應該是最新最新推出 它是今年2月才推出的 那一樣裡面就是有非常多的微低精球 那精球裡面是包裹著那個黑玫瑰的萃取跟玻尿酸 所以在皮膚上面有非常好的保濕效果 它的質地跟別人的比較不一樣 是一種果凍的質地 就是你看一下就是有點像透明果凍的質地 那你推開來就是因為它會發揮那種玻尿酸的保濕感 那我是覺得如果你的皮膚真的非常非常的乾 就是乾到很難上妝 那先擦了這個 它就可以舒緩你那種角質很乾穴的現象 你之後的底妝就非常好吃妝 那這一瓶粉紅色的保濕精華 其實在保養圈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很多年輕人非常喜歡它 它裡面的許多的微精球啊 裡面也是包裹著玻尿酸 就是我剛介紹的後面這幾個 其實真的都是以玻尿酸為主 可以讓你的皮膚就是非常的保濕 那這一瓶我覺得很適合 就是你長時間待在空調環境 或者是它上半上到一半覺得很乾 脫妝了要補妝 要補水該怎麼辦就用這一瓶 那它怎麼補呢就是你擠出來之後 如果你已經上妝這邊突然有乾燥的現象 就是直接點它這樣輕輕拍 它就可以利用大量的玻尿酸 去緩解那個乾燥的現象 補完妝的肌膚看起來就像剛化妝一樣 非常的有光澤非常的完美 以上就是我介紹的10款好用精華液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彩妝保養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 先嗎 跟我們下個禮拜問 如果有什麼太過分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我們下個禮拜五‑ 我們下個禮拜五 我們下個禮拜五 我們下個禮拜五